第二點 他說 他說他相信他維護鄉 鄉親的權利 然後呢 即便萬箭穿西都要往前走 我們看到事情是什麼 他的妹妹在向上 向上路的這個豪宅 到底有沒有屬於是 我們說住二的標準 房子有沒有超高 當時的建造是不是有問題 現在在查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是他弟弟跑去 這個公保地蓋房子 我看到事情是他的家族 在105號碼頭 那麼取得這個這個用六千萬 所有的他都不說明 而且他根本就沒有講 大家對他的質疑 就發 就放這個影片出來 等一下這個我們繼續討論 可是要請教律師黃定 他到底有沒有侵犯 我們大家的這個肖像權 有人說因為我們是公眾人物 可以隨便被他用嗎 但是我覺得各位 我覺得最氣憤的是 他的那個做法啊 我不客氣的形容啊 跟他爸爸帶他到金錢報去 吃花酒的意思是一樣的啦 大爺有錢進去可以開所有的酒 你們這些啊 政論節目的這些片片段段 我把你拿來 然後去上你的節目廣告 去壓制你 這個背後的動機的道德層次 跟他對於所謂競選文宣這件事情的尊敬感是零 這個才是 但是我們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我只覺得你的層級太於低下 我們的節目也好 我們的電視頻道也好 他所受到的肯定是一個媒體第四權的一個平台 他是有他一定的品質跟他的品格的 不會因為你覺得你有錢你隨便下廣告 就可以在我們的節目當中所做的任何的評論 你就可以像大便一樣的把他這個給遮掩 這是我的看法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在媒體非常久 我的意思就是 他就是一個大爺的心態啦 老子有錢 我不上你節目 我也不跟你這個接受訪問 但是呢我用我的影片 皇帝說了算 但是可以去告他嗎 可以啦 就是說財大氣出這樣子壓 壓在各個節目的廣告 那是他財大氣出 但是你要做財大氣出的事情 我們歡迎他的廣告 因為我們拿商業電視 可以各種廣告都來啊 但是要用合法的方式來上 裡面的這些畫面的截圖 是我們節目的畫面 各個節目的畫面 我們弄出來了 我們節目就好幾個 包括那明鳳 包括羅俊軒醫師 包括陳世凱 包括我個人 然後你看我的還有兩張 就是他把所有的政論節目都用了 人家問過我們團隊啊 他也沒有來問我們啊 連連我們的團隊都沒有來問啊 然後就可以自己這樣子 寫下圖來做影片 在著作權法的規定 對於這個影片的畫面 他把他重置 這個是我們的著作權 這是重置對不對 不是直接的截圖使用 所以擅自的重置 未經過我們的同意 他涉及的就是著作權法上面的 我們可以怎麼告他 他是三年以下去徒刑 還有刑事責任 這個是有刑事責任 你要去坐牢了 所以他說他沒有 他說他沒有其他的什麼被判刑 其實很難講 這件事他就已經要被判刑 以後可能就會有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說他把他未經過節目 單位的同意 我相信各個節目都沒有被問 我們節目沒有 其他節目也都沒有被問 你擅自把人家的節目 截下來 重置人家的畫面 到你的廣告裡面去 非法重置 在著作權法的規定 三年下去徒刑 民事責任的部分 除了著作權的侵害之外 還有扣減你說的這個肖像權 當然實務見解認為說 公眾人物肖像權的期待 是稍微低一點 但是不是沒有肖像權 還是可以主張 所以民事上面 這個還是可以去主張 說他侵犯肖像權 我要這樣子講 就是說 嚴寬恆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認為說第一個 他過去對於法律的遵守 本來就比較不在乎 所以他連廣告都做成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事情是 他凸顯的是 你看我們各個節目在討論 他的他都去這樣子下廣告 為什麼他不好好 老老實實的說 我每個質疑我就去回答 一零五號碼頭 大家都拿出的證據 都是公文 確實 現在在談政英戰 其實我覺得今天節目 也很負責任的去問了嚴立民 我覺得他應該藉這個機會 我們其實對公眾人物來講 最重要的是什麼 平衡報導 如果他認為他理直氣壯 我大可以在那邊要求平衡報導 是說我在這邊有什麼樣的主張 我要透過這個節目講清楚 結果他們加的 不管是嚴寬恆 或者這次的嚴立民 完全都不面對 然後用廣告的方式來壓 這個是我認為在從政來講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剛剛講到政英戰 我要特別提醒一件事情 政英戰的變更 其實過去有沒有相關的土地變更 或者設計上面的變更 被判刑 其實有 這個是當時的基隆市長 許財力 那許財力 他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當時他也去購地 他的朋友去購地 買了一堆地 那買了地之後 他本來是一個工業用地 後來他變成商業用地 變更完之後他被判七年徒刑 用土利罪判 對 他當市長 然後他的朋友這樣子去買 今天政英戰的變更 嚴家在這邊 我看那個王毅川去比對了 說嚴家在那邊五十筆土地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四百多坪的 六百多坪 如果這樣的一個變更 讓嚴家去獲利 我覺得今天盧秀燕 在那邊轉移交點 或嚴寬恆也在轉移交點 是說你看有民進黨的議員 有里長 有民眾來陳情 重點是他這些的民進黨議員 在地議員 我相信像剛才王毅元講 在地議員 在我這邊站越多越好 我要對選民交代 他絕對不是說 我為了個人的利益 我家族在這邊有地 不是 看他現在轉移交點 重點在什麼 在刑案的判斷上面 重點在於你這個變更之後 有沒有人在這邊獲利 你家族在這邊有地 嚴立民作為副議長 你還在開協調會 畫面都出來 你在開協調會 去找了交通局長來講 講到最後壓到最後可以變成真因戰 就你家族在這邊有地 這才是我們在談的 圖利罪 運用職權 圖利嘛 就是賴素如 記得他拿了這個小花 一點點錢之後一百萬吧 一百萬 後來他被判了七年半 對不對 臺北市議員 我們那個時候 講拿這個例子是講 那個顏寬恆的105號碼頭的 那個案子就已經同樣的嘛 就是運用職權圖利 好顏寬恆最後三天了 影片之外呢我們也希望你可以來節目說清楚 講明白最新的就是你那個黃昏市場 明明就是你直接的關聯 還騙人說謊跟他無關說他是出租給別人 等一下朗東要告訴我們真相 同時呢國產署去勘查 台中市政府不派人去也就罷了 燕光涵還痛罵國產署誒 他的眼裡還有王法嗎 請繼續鎖定 民視台灣台 那新聞一五二